6月19号至25号 第52届巴黎航展在巴黎北郊的布尔歇展览中心隆重举行 法国阵风 欧洲台风 瑞典英诗和美国F35等先进战斗机都悉数亮相 中国代表团也带来了丰富的军用飞机和航天产品 其中由中航工业展出的歼三腰胡鹰战斗机 L-15高级教练机 翼龙系列无人机 直石 直石九以及运九出口型都是首次亮相巴黎航展 其中歼三腰胡鹰隐形战机最被引人注目 中航工业副总经理李玉海向记者表示 歼三腰胡鹰具备了高隐身性 高敏捷性 高生存力 优异的电子对抗性能 先进的目标探测 态势感知和信息共享能力 强大的超视距多目标攻击和大离轴角拳向格斗能力 以及对地和海面目标的精确打击能力 而且歼三腰不论是单机价格还是全寿命成本 都是其他同级别战机所无法比拟的 分析认为 许多欧洲的非北约成员国 以及诸如沙特的一些中东国家 都有着采购第四代隐形战机的需求 而这些国家往往无法获得美国的F35战机 因此 中国的歼三腰无疑会成为这些国家关注的焦点 梦想有多远 陆就能走多远 东南军警官方淘宝店 欧美军警分野户外品牌 陪你一起去拼 去闯 Miriam 我以为是一定会好 是属性的 更多运 心思考